为了深耕校园艺术教育 广大温教基金会与南投县政府教育处 长期合作 这学期举办台展三少年巡回特展 展出的内容是台湾早期国内知名艺术家 林玉山、陈静、郭学胡的作品 全县共有16所学校参加巡回展出 学校也特别训练了学生担任导览人员 希望能够让参加者更加的了解展出内容 更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可以提升地方的艺文气息 教育处长也指出 相当感谢广大基金会这么重视偏向艺术教育 播了50万元的经费给南投县的学校 并且规划由于艺到校展演的活动 展出的作品相当的丰富多元 而且透过巡回的方式 能够提升地方的艺术教育 我们很高兴 广大基金会特别重视到偏向的艺术教育 他们拨了50万元的经费 提供给南投县 我们这边的各个学校 我们包含了国小、国中、高中 我们规划了一个 由于艺到校展演的艺文活动 那我们今年的主题的话是以台展三少年 由三位早期台湾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 然后巡回各个学校展出 那这样的展出除了第一点对于说 我们台湾的艺术教育整个历史的源源跟脉络 可以让学生们更为的清楚了解 那第二点透过说艺术品的到校 让同学们能够就近 很容易的欣赏到这一些优秀的画作 那第三点更有教育意义的是 这个活动广大基金会 他们提供相关经费 培养各个学校的艺术小尖兵 让他们自己做导览跟说明 那在这个过程中 孩子必须要对他的要介绍的画作 有更清新的了解 还有他的过去的历史脉络 写作背景都要能够了解 所以这样对于说 整个孩子的艺术教育的深耕 是更为的重要 那整个活动将在南投县持续11个月 然后也在13乡镇间巡回 那也希望说大家有空能够去参观 那也能够提振说 我们南投县孩子的艺术教育涵养 而广大基金会办理由于一展览 不但展览的作品相当的多元 而且也可以让小孩子看得懂话 并且借由导览解说 来说明给参加的来宾了解作品的意义 更可以提升孩子们的美感 透过台展山哨的展览 艺术下乡 能够让孩子们就近就可以看见 许多美丽的艺术作品 期待艺术的宗旨可以在南投发光发芽 校长也表示 在1927年时台展山少年就获得奖项 因此也获得台展山少年的称号 也正因为这样的肯定 找救后续更多优秀的画家 这一次特别谢谢广达基金会在我们学校 办理由于一的开幕展览 这个展览主要有让我们的学生能够透过艺术的展品的欣赏 然后也让我们的小孩子训练导览的能力 让我们的小孩子不仅能够看懂话 而且能够透过介绍给来宾 训练他们带了走的素养 这就是我们达到我们12年国教的一个教育的宗旨 那我们希望这个活动呢 可以从我们二年级的两岁的幼儿园 一直到我们高中全部都的学生都可以受惠 然后让他们的美感可以提升 然后促进我们Steam课程的深化 这次我们引进这个展出 就是跟广达文教基金会合作 那在寒头县巡回16个学校来做巡回展出 那今年的主题是家乡的永恒 海展三少年曾经林玉山跟那个郭雪梅的故事 最主要是怀念他们的故乡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艺术下乡 让孩子就近能看到艺术家的作品 那也期待各些学校融入教学 让孩子有机会把这些美的艺术融入他们的教学中 让孩子创作 然后希望在五月份的时候 一起来展现他们的成果 互相的观摩 我们期待艺术的种子在南投里面发芽发光 为什么称为三少年呢 因为当时在第一届的台展 1927年的时候 他们都未满20岁就获奖了 传统的一些老画家没有得奖 反而是这三个年轻人的画家能够获奖 所以称为台展三少年 但当时是这样子 那因为这个得奖 让这些孩子这些三个少年 立志成为专业的画家 所以未来 后来我们看到他的画作 他们的成就 就是因为当时受到肯定 那我们也期待这次的展出 也希望各个学校能够来多鼓励孩子 从事创作 或许老师不经意的一个展出 未来就台湾就出现了不同的画家 现议员王秋淑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 并指出 展览中有许多不同的作品 相当的丰富多元 更有专业的学生进行导览解说 希望透过这样的展览活动 能够培养学生们的艺术涵养 我们台湾游业是由我们三位 从年轻时代 从二十几岁 一直延伸到我们现在 他们的艺术品的一些的延伸 他们在从日剧时代的美术的作品 以及跟我们台湾 他们首会的作品 一直用这样的艺术来连结的历史 来教育给我们呈现 让我们的学生来教导说 其实在早期 我们日剧时代的时候 就已经有很多的艺术 他们藉由这样的艺术来结合 从日本的一些的历史 以及到我们台湾的历史来连串 让我们更多的小朋友 以及我们喜爱美术的人 来作为交流 来作为我们的教学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联想 以及他们的历史 他们都会一一在我们的美术来呈现这样子 而这次的展览 都以台展山哨的作品为主 有的画出雾峰连家花园的景象 有的则画出牛与农民的情感 有的则画出田园写实制作 作品相当的丰富多元 尤其透过于此国校学生们的导览解说 这是国学湖去雾峰连家花园玩的时候画下的 他说这美丽有特色的建筑 只能用画笔记录下来 让更多人欣赏它 他为了表现出老旧班普和老树干树皮的层次 他先干擦成底色再上一层 铜色系藉此表现出斑驳的效果 而在造型上也转向以几何大块面的方式去简化物体 开始进入叉绘画的转变器 就画了这幅画 然后呢 这一图中的农夫他穿着菩石 然后带着斗笠就是为了防晒 然后他们以前都刺着脚 因为他们都没钱买鞋子 然后工作时又很不方便 所以呢他们就刺着脚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甘蔗叶老牛要吃的 这幅画看出人和牛的深厚感情 从这幅画里面我们可以知道 为什么阿里山要建设铁路和火车 因为阿里山的铁路是在日治时期 为了把山上的木材往下送才建设的 其实阿里山是一片很大的森林生态 随着工业化和观光业的发展 让大自然的生态面貌有了不同的变化 更加让我们了解阿里山的历史 教育处长表示 相当感谢县内十六所学校共同参与 早年师范教育从日治时代至今 也有培育出许多优秀的艺术家 以及基层教导孩子们的学生 期望能够透过展览 带动地方的艺术气息 也在偏乡可以培养学生的艺文能力 那这个活动也谢谢说我们县内 十六所学校大家的共同参与 而且许多都是我们在从师范时期 我们美术大概都有专严的一些学长学姐们 那等于说我们师范教育 其实早年也是从日本时代一直到现在 那所以我们许多 大概包含我在内 因为刚才讲到主师 我一层读过主师 我也是主师的小友 那所以我们大概早年 像大概在师范系统其实培养了许多 我们在基层地线教导孩子里头 不管说是在学科音乐美术 然后他们可能后来进入到社会以后 他可能有些成为一个专职专业的画家或者音乐家 那有些也是像我们一样 就是等于回到实务工作里头 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带动这个艺术的气氛 让我们的孩子们 尤其是我们南投县其实我们地属偏向 可是由于有各位校长 还有各位老师的投入跟栽培 我想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 可以受到相当不错的艺术教育 那也期待他们未来有很好的表现 致力于推动地方艺术教育的 南投县陶艺学会理事长也指出 于池国校长期积极地推动艺术文化 更时常在地方办理艺文活动 相当感谢渔池国校办学的用心 其中更培育出许多的小尖兵 进行导览解说 期望能够多多地鼓励这些导览小尖兵 那我们渔池国校的小朋友 是非常幸福的 那我们渔池国校一直以来 对于这个美学艺文的这个推广 都非常的积极 以及积极地去争取 来我们学校这边做办理 那我个人呢也有三个小孩 同时在就读在这个历史国校 那我们感受到我们的学校 这个办学的用心 那我们在这边 也培育了许多的这个小尖兵 在大家面前很有自信地介绍 展览的作品 那在展览的时候呢 在介绍的时候 如果有对于这个展览的作品 有讲解 如果比较没有专业的部分 也请各位来宾多多包涵 那也给我们小尖兵多一些的鼓励 普利国小校长指出 透过这样的活动 不必到博物馆就能够让学生 看见许多优秀的艺术品 也能够落实12年国教 未来将会寻回县内许多学校 并且透过小尖兵 带给孩子们每样作品其中的意义 不必到博物馆 也不必到这个外面的美术馆 能够到我们学校来 能够很沉浸的 而且可以感受到 那个美学的那个素养 这是我们12年国教 所特别有需求的这方面 所以他们的眼光 他们的这个远见 我想我们特别的感恩 那在这个巡展的过程中 今天开幕典礼 普利国小是排在11月 他会一序最后还有一个成果展 那由孩子 他们训练小尖兵之后 来带给孩子 介绍给他们知道 台展三少年 他们的来 就像我们刚才 这个民政校长讲解给我们校长听一样 本来我们很不清楚的 但是经过他的口条 这么清晰的 把它讲述之后 孩子讲解给孩子听 我想这是一种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学习 尤其在美学的方面 让能够注入我们校园 在时特别的感恩 先议员肖志全 肯定主办单位的用心 并表示 每年都会办理这样的活动 相当高兴 可以办理这样的艺文活动 展出台湾早期艺术家的优秀作品 更能让孩子们借由画作来认识台湾早期艺术家的作品与意境 我们广达文教基金会 长期跟我们南投县教育师合作 今年特别引进台展山哨的一些艺术品 就在我们的余思国小来做展览 同时训练我们与意境国小的学生 能够针对所有的作品来做介绍 我想这个除了能够提升孩子的艺术气息以外 同时对他们训练口才 以及对艺术的了解 有更高一层的帮忙 所以在此也非常欢迎 我们现在的各国中小的学生 有时间 有机会 可以到我们于此国小的展览馆 来欣赏台展山照的作品 同时来聆听小朋友来如何介绍整个艺术的画作 广达文教基金会 长期与南投县政府教育处合作 这次特别办理广达有语义 台展山少年巡回特展的作品 展出的作品相当的丰富多元 再加上导览小肩兵的解说之下 让参与的来宾们 对于作品的意境以及意义 有更深一步的认识 感谢教育处以及基金会 对于地方艺文教育的重视 也期望未来能够继续地办理 共同提升偏乡的艺文气息 明义新闻 邱平一 专题 采访不到